IT World是一家专注于中国茶和中国茶文化的新兴茶业品牌 我们聚焦于喜欢中国茶和茶文化的消费者 志在成为他们了解茶文化 体验中国优秀原野茶的首选平台 我们首批推出的红茶和乌龙茶的集合装 就旨在为您提供更多的选择和体验 关于集合装的茶叶选择 我们遵循以下原则 首先优先考虑中国名茶 因为名茶具有更好的质量 更广的代表性 其次我们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 选择那些口感优秀原料上层性价比更高的茶叶 最后我们确保每个茶类的口感特征丰富 多样尽量选择不同特征的茶叶类型 以方便大家进行对比和总结 关于乌龙茶的集合装 中国的乌龙茶依据产地不同 分为明北乌龙 闽南乌龙和广东乌龙 我们依据发酵程度不同 口感特征不同 精选了以下四款 首先明北乌龙我们选择了大红袍 大红袍是中国最糟的乌龙茶 闽南乌龙我们选择了闽南水仙 我们选用六十年以上古树半野生原料 它也是中等发酵乌龙茶的代表 第三广东乌龙我们推荐凤凰丹丛 凤凤丹丛是较轻发酵乌龙茶的代表 又有茶中香水的美誉 这款凤凰丹丛 我们精选百年以上古树原料加工而成 是轻发酵乌龙茶的典型代表 最后清香型乌龙茶 也就是发酵最轻的乌龙茶的代表 我们选择了安息铁观音 安息铁观音具有明显的观音韵 长期占据中国十大名茶之列 红茶最早起源于中国 也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消费量最大的茶类 我们依据发酵程度不同 精选了以下中国四大红茶 首先清发酵类红茶 我们选择了铜棺正山小种 正山小种是红茶的鼻祖 我们依据工艺特征不同 选择了两种 一种是传统工艺正山小种 用松烟熏制二成 具有明显的松烟香桂圆汤 其次是现代工艺正山小种 它具有明显的花蜜香和甜爽特征 其次中发酵的红茶 我们选择了中国的滇红 滇红是八十年代贡献给伊丽莎白二世的中国名茶 同时也是中国茶味最浓的红茶 最后发酵最重的红茶 我们选择了英德红茶 英德红茶也是前段时间 习主席招待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国理之一 经典集合装 之所以把不同种茶叶放到一个集合装中 就是为了降低茶友们选购茶叶的尝试成本 IT World的集合装系列一定值得您意识